主观众偷画面可以看到当时远警都已经鹤枪实弹 要求驾驶赶快下车受检 但是白色小轿车上头的这一名驾驶呢 却是直接加速冲撞了远警 然后逃离现场 第一时间呢其实他是所长哦 他赶紧拿出了枪还连开三枪 但是小轿车驾驶呢还是离开了现场 最后呢他们是跑到了附近的民宅 一个是躲在民宅里头 一个还躲在了草丛里 但是通通都被逮了回来 那状况是发生在新竹恒山的文华街附近 其实警方早就跟肩埋伏 发现这一名毒品通气贩所驾驶的白色小轿车 都在附近出没 所以就上前要求他们下车受检 但他们身上因为藏有毒品就想要来落跑 第一时间甚至还差点撞上警察 把真房车也都撞凹了 现在两人通通都被移送法办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军情形 向上镜头去玩棚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